是爆發性的演出 所以讓鋼鐵人扳回了一層 今天鋼鐵人喊說的口號是要紅燒獅子頭 看看能不能提前吃年菜 就是非常美味的一道獅子頭 可以幫你拿下的話 對高鐵的球迷就是一大破的教練寧冠倫 也被罰款五千塊台幣 對 情緒反應力過大 然後賽後又去 陳宥偉這個第一關球引導式的給班森爆扣 現在大勝在進去裡面 也沒有辦法展現主宰力 好 蘇芸豪也來到場上 切入到進去 但是翻身在後面 輕鬆不進 還有一個Benson 對 陳宥偉目前拿下的四分 而且兩個人都有競爭新人王的味道 沒錯 這個球 繞過來 不要做野獄的是鄭德維 路德維上的好像變成以傳球為主 陳宥偉 又上給了Benson 發現一個防守沒有輸入 第一節他們就發生七次失誤 對 如果能把失誤剪下來的話 再一個長傳 又給到了班森 他的牛水席 有吃到 場上場下帶領大家的老將 他們價值都非常高 而且不就是老將 我就覺得高國好 就是要有這樣一個領袖氣質 對 對 他第一節第二節除了得分表現以外 他如果在三四節 把他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就是 球隊不行的時候他才跳出來 可是有時候就來不及了 他應該是有機會的時候 就大膽地去 對自己的得分能力去 大概去琢磨一下 是 剛才現在的節奏也打得比沒有那麼快 打比較多的陣地戰 Benson 喔 哇 一發球命中率五成 現在他的瞬間彈跳運動能力 沒有耶 再給班森 又要打進去了 又有哨音 而且這回是一個 進球 因為看起來在 鋼鐵這邊